我又回來處理新胎 剛才補完外面 現在要輕輕補一補入面 補胎一定要注意,擦開輪胎補 不要只補到膠水在外面 如果只是在外面 尤其是用膠水很脆的 兩層便會補充 即是沒有補過 補胎一定要撕開少許 這條膠水好像補得不錯,但沒有補充 好 OK 先放在一旁 剛剛處理完 出去滾了一轉 剛剛翻進來 早上 通常地多灰塵 少人玩一點 所以會滑滑地 而且不太穩定 在跑方法 要妥協一下 踩油踩油一點 領太領小一點 OK 未至於滑到失控 但沒有什麼爪爪 還有 車輪 通常放得久 可能放了幾天 或是隔夜 第一轉是沒那麼咬的 所以第一轉 只是出去熱身 感受一下地下 自己睡醒 不要看 Laptime 千萬不要看 慢到嚇死你 我不會看 我通常玩完車 才看 因為我不喜歡 經常追著AMB來看 玩完就拔了電 拔了東西 換電 半排充電 半排充電 就是這樣 接著 檢查一下螺絲 有沒有鬆 有沒有 鎮完一輪 走一位 這樣就OK了 車輪入彎 車輪入彎時 有少少在彎心 會有陣子 有少少走尾 但是沒有調整 因為場地 不是很咬的問題 還未太好 所以 不處理它了 走一旦就算了 再拆開輪胎 再拆開輪胎 檢查一下有沒有爆胎 就 下一輪 好了 到了11點 操車模式開始 開了新輪胎 第一轉 要開輪胎 因為現在的 這個 Timpowers 的36 叫什麼 RV 36 RV 要走一兩轉 才開輪胎 才開始咬 這輪胎 是很短的 我平常玩車 玩到十幾二十轉 越走越咬 越咬 我想走到三轉 兩三轉 打後 就開始很穩定 咬 這輪胎 都會保持咬 但是 越走越薄 其實感覺上好像很咬 但是因為薄了 有時候 有些 Overspeak 車輪胎 沒有太強勁 所以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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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稍微 所以沒有太穩定 新輪胎 穩定快一點 舊了 也快 不過又沒有太穩定 可能大時間會差一點 設定車子 沒有什麼設定 不過是在試試 究竟是 加些油 開胎 還是 開胎 水性 V3 開胎 今天就正式試了油 其實之前都知道 開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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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會比較好 但是有時候 舊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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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容易控制 沒有太容易失控 有時候 水性的胎 水 咬就是咬 但是有時候 過了它極限 會有少少失控 要難控制 有時候會比較危險 我平時玩車 我不想撞眼車 有時候會用油性的胎水 圈速應該沒有太快 會慢一點 但是車子比較穩定 而控制一點 看看今天操車操作如何 好 又繼續 今天開了一套 比賽輪胎 但是 批次可能有些不同 因為是抗疫杯 留下來在抗疫杯 開落的 那套輪胎的感覺 跟平時上一場 鬥完車 剩下的全新輪胎 因為我沒有開了輪胎 有些不同的 這套輪胎好像硬一點 沒有那麼咬 那初一初落地 這套輪胎要開 走兩三排電 通常應該走一至兩排電 就已經有狀態 但是 咦 走到兩三轉 為何都好像 推推地 沒有那麼咬 沒有那麼轉彎 扭太角又扭多了又扭速了 走到三分多四分鐘 又開始會脫尾 所以 應該是 車輪胎的批次可能有些不同 久了 膠變硬了少少 所以 穩定性 沒有那麼高 好像 車輪沒有那麼咬 若然 比賽 到比賽 有時候遇到 一些輪胎 跟你平時 練習的時候 有些不同 的時候 如果遇到 一套輪胎 沒有那麼咬 那怎麼辦呢 我暫時的方案 就是 嘗試 換回硬少少彈弓 因為你沒有理由 站在這裏 有些和你平時練習不同 的時候 譬如 如果再咬一點 可能就要換回軟少少彈弓 如果 發覺它好像沒有那麼有Grip 因為 你一沒有Grip 其實進彎就會沒有什麼反應 你沒有什麼反應 之餘 之餘 它過了那泰水 可能走到 一兩分鐘 兩三分鐘 開始 慢慢的車就會 有些飄飄的感覺 那 我的感覺 是應該 可能 換硬少少彈弓 站起來 一點 加回一些反應 加回一些穩定性 即我的 解決方案就是 差不多 不知你們 有什麼提議 繼續留言 現在是5點 報告一下今天的操練結果 因為 這條 輪胎 是比較沒有Grip 比起我上一套開的輪胎 我什麼設定都沒有改過 之下 車是比較沒有轉彎 以前 走BD7 走長油壓的年代 試過 那些車通常 如果 不夠轉彎 是放軟一些彈弓 但是 現在 近現代的車 之後 BD8 開始短油壓 長搖臂 我覺得 有些調轉彎 你要它轉彎 反而是要 硬一點彈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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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多一點反應 才能完成彈弓 比較快 如果 軟彈弓 這輪胎 就很Lazy 看看你自己的感覺如何 如果 你覺得 車好像有點鈍 可以嘗試換回 硬彈弓 頭尾 不要太複雜 當然是前後 一樣 硬彈弓 不要有頭軟尾 頭下尾 軟尾 軟尾 當然 再熟一點 你可以試一下 不過 如果不夠反應 不夠轉彈弓 硬彈弓 是比較好轉彈弓 如果車子覺得太速 彈弓 其實可以放軟彈弓 這輪胎 車子會舒服一點 你會控制得舒服一點 但是 有時候太舒服 過分舒服 又會變得很Lazy 車子 是很咬 但是不快 經常會拖著拖著 拖著拖著 不爽的感覺 今天的操練就是差不多 我最初用的軟彈弓 我上一次那輪胎 這輪胎是在走近20圈快秒 或者是零零 幾乎充21圈 幾乎充21圈 但是 這一輪胎 一路試下來 用回那個設定 今天都是在走近20圈中秒 後來越換越硬 換到現在Exxon 2.8 其實我之前都有用的 但是我覺得不好走的 車很速很喵 但是今天這輪胎又好一點 又做回我平時做的時間 所以 有時候 每一套車 它就算一樣 牌子 可能設定 都有點不同 都是隨機應電 會好一點 我覺得 雖然 那輪胎是不咬 就一定不夠人家 又高手 又跑得快 那輪胎又聰明 那麼好跑 那麼快 但是 都不可以坐以待敗 都想 有些競爭力 或者挑戰一下自己 可以嘗試一下 看看你那個 Traction 夠咬的時候 可以遠一點 如果當你覺得 車好像不夠Grip 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硬一點 彈弓 你可以嘗試一下這個方向 看看幫不幫到你 下次再見